其實是他上一屆平昌都沒有失了手 他的短節目失了手 如果不是,其實都很有機會去爭獎牌 而今次他亦都是放鬆自己的心態 所以他越放鬆,表現就越好 你會看到很多運動員在今次的自由滑 做了很多高難度的四周條,衝浪一致 好了,今早我們和大家一起看看兩項目的賽事